大家好,我是麥莉,來到我們GMDarts的Day1啦! 今天的餐單其實是非常簡單的 就是全日子可以吃水果,加多喝8-12杯水 其實它的餐單裏都有列明有什麼水果可以吃,有什麼水果是建議你們吃的 首先不能吃的就有香蕉,而它建議你吃的就有幾款 首先有西瓜、哈密瓜、木瓜、蘋果、橙這一類的水果 因為這一類的水果是比較高水分和高纖維的 我昨天也提過我在一個外國講關於GMDarts的網站裡面 是找到一個食譜的飯盤的 那我今天就準備跟著這個飯盤去開始我的減肥餐啦! 不過我首先要做的就是公開我的提從 因為我將會用這個在吃減肥餐之前的體重 和吃完減肥餐之後那一天同一時間的體重 去做比較,看看我總共輕了多少 事不宜遲,我們將這個產學的事實公開給大家看! 今天是9月25號上午8點半 我準備開始我第一次的GMDarts 那我就看看這個單日之前呢,我的體重是多少 是68.65啊! 相信大家看完我的體重 已經明白到為什麼我們要吃減肥餐啦! 不要說那麼多了! 立刻開始我們減肥餐的第一餐! 根據餐單的飯盤,我第一餐是應該吃一碗雜莓的 但是我在超級市場就買不到雜莓 所以最後就買了一盒士多啤梨 我就會拿一碗士多啤梨的份量出來洗乾淨 然後切了頭頂的葉,再在中間切一刀 平時我就不切了,但最近有新聞發現 有些士多啤梨裡面藏了一支針 以防萬一我都切開一半檢查一下 除了食物之外,水在這個餐單裡面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我就會喝一杯暖水 就這樣,我的第一餐就準備好了 現在是早上的9點3,準備吃我的第一餐了 哇,好酸啊! 我已經吃完一碗士多啤梨了 其實我平時沒有吃這麼大份的早餐 所以我現在感覺比平時吃完早餐之後更加飽 所以我很想快點知道這個減肥餐單 吃得多了,但是同時也可以幫我減量 這個是不是真的可以成功呢? 我們拭目以待一下吧 餐單上早餐之後是有個小吃的 現在是9點半,我預1點吃晚的話 大概在11點半左右就會吃小吃 根據餐單上第一個小吃時間是要吃一個梨 餐單上沒有寫明要吃哪一個種類 我自己就選了一個爽身的梨 現在時間是11點半 根據這個減肥餐單 我要吃一個餐中間的小吃 就是一個梨 我先吃一杯水 那現在時間是11點半左右 我就要吃餐單上的午餐 就是一個蘋果 我先吃一杯水 那其實這個蘋果切了出來也有一段時間 但它不會變黃的原因 就是切完之後就馬上去浸鹽水 那蘋果的表面就不會那麼容易氧化了 哇,這麼快又到第二個小吃時間了 第二個小吃時間 根據餐單上要吃一碗西瓜 因為之後的餐單還有西瓜 所以我一次過處理了半個 將它放進食物盒 再放進冰箱 現在時間是下午4點 我就準備吃我的餡茶 就是一碗西瓜 加一杯水 哇,這麼快就來到晚餐時間了 根據餐單 今晚的晚餐是一個橙 現在是晚上7點半左右 我準備吃我的晚餐了 我今天的晚餐就是一個橙 和一杯水 我已經吃完我的晚餐了 平時一個橙只是我的飯後果 誰知道今天一個橙的份量 竟然成為了我的晚餐 現在時間是晚上9點多一點 我就準備吃我的小吃 在餐單上吃完晚餐之後 還有一個小吃要吃 我今天的小吃就是一碗西瓜 其實餐單的飯本上 是建議你吃蜜瓜 但是我買不到蜜瓜 所以我就用西瓜來代替蜜瓜 終於吃了今天的最後一餐 還有喝了最後一杯水 來到這裡 GM Diet的第一天已經完成了 吃了整天的水果 其實我自己很意外 因為平時我要整個星期 才能吃到這麼大量 和這麼多款的水果 今天一整天下來 本來我以為整天都是吃水果 會令到你很不精神 很硬睡 或者覺得很餓 但是今天 發覺其實 都不是我想像中那麼差 都不是說很沒精神 或者很累的 但是飽覆感 就真的比較低 始終水果 都是水分比較多 但是這個餐單的設計 就是每隔一兩個小時 讓你塞一點油肚 就令你覺得肚餓的感覺 是會低一點 所以這一天都尚算可以接受的 第一天的水果餐已經完滿結束了 預告一下明天就是全梳菜餐 那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拜拜